字幕提供 媽媽經常叫我給多點 兒子是時候交家用 家人越催你就越不想給 我把現金塞進信封洞 然後咳巴巴 她以為我給封信她 誰知是錢來的 有沒有給家用的習慣 通常有什麼方法給家用 有啊 用貨幣給家用 沒有啊 喜歡買東西多過給錢 譬如家裡要個微波爐 直接買個微波爐 有 轉租快 直接幫他們交租 有 現金 直接給現金 都會有給家用的 自動轉帳 這個方便 第一份工就開始給了 18歲開始給家用 成人沒理由還要家人照顧這麼多 出了來做事第一個月沒有給 第一個月拿來買東西才可以 給2千左右 人工的3分1 4分1左右 10%左右 媽媽給我們儲多一點錢 這麼多年來都沒有給7千元 有時一半 不太行的時候 就四成左右 媽媽經常叫我給多一點 她見到我第一眼就會說 兒子是時候交交給我 好啊 遲一下 沒有跟她再商量銀碼 她沒有說不滿意就應該可以吧 沒有她滿不滿意的 我覺得是心意而已 從來沒有 有時回頭跟我說 喂 你不夠用 我給你一點 沒有 我也守紀律 經常都吹 她說 喂 看了時間 差不多了 咦 你出了薪了 你還沒給家用 你何時給我 兩三日問一次 人是反叛的 家人越吹你就越不想給 真的有得選的 可能我會給少一點點 想儲多一點錢 等一下給她媽媽見到 當然給啦 我覺得這件事都很帥 因為我養你 你收聲是不是 又不是收聲那麼離譜的 安心啦 這樣吧 一個人性的考驗 我覺得都要給 給多給少而已 一個責任來的 就是因為知道我家人是不會儲的 所以我寧願幫他們交了好過 其實我看她買了一個盒子 沒有用過那些錢 為甚麼她自己養老 幫我們存起也有機會 真的有錢 幫我付首期也很幸福 家人就在我身上 可能到我結婚的時候 婚禮會更多 我家人會存起 他不在之後也是給我們 我想到他的人是這樣 但如果他偷偷地用 我這件事也沒辦法 就說不得了 我心裡就很不可能 在我心裡 還可以了 我心裡 我心裡